我們接下來跟各位介紹的就是熱量跟比熱 第一個叫做熱能 熱是一種能量 這個東西會有人問 那因為歷史錯誤的關係 因為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把熱當作一種物質 所以我們現在喜歡問你 熱是一種能量 我們就稱為熱能 如果把它數量化 就稱為所謂的熱量 熱量 那麼熱能我們定義叫做 讓一公克的水溫度升高一度C 所需要的熱我們稱為一卡 所以一公克的水溫度上升一度 所需要的熱量稱為一卡 這就是我們的定義 定義我們的這個熱能 這個熱量有多少 是這樣定義的 一公克的水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熱稱為一卡 那基本上我們有東西 我們給了一樣的熱之後 它的溫度的變化是不一樣的 那麼這個不一樣的原因是用它的比熱不同 就所謂這比熱不同的關係 所以造成 雖然我吸收一樣多的熱量 但是我的溫度變化會不一樣 這是因為比熱不同的關係 這裡講一個前提叫做質量相同 這是一個重點 要質量相同 那比熱是怎麼定義的咧 比熱的定義就是 讓一公克的物質升高一度C所需的熱量 就稱之為所謂的比熱 於是配合剛才熱量的定義 讓一公克的水溫度上升一度C就需要一卡 所以水的比熱是1 這個是要背的也很好背 那我們的公式就寫說這樣 H等於MSΔT 質量乘以比熱乘以溫度變化等於我的熱量 我們上課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公式的正確的寫法是ΔH ΔH 熱量的變化改變 我多了這麼多 或者少了這麼多是變化 但是我們國中的理化都寫H等於MSΔT 但正確的顯示ΔH等於MSΔT 這會扯到我等一下要講的一個重要的觀念 那麼ΔT是溫度變化 正常寫應該是用末溫減出溫 後面減前面 如果是正的就表示吸熱溫度上升 如果是負的就表示放熱溫度下降 但是等一下就會說 我們現在通常是用別的辦法做 等一下再講 所以公式叫做H等於F F就是我們的計算方式 那麼剛才講過了 從配合我們前面交的熱量定義 我們就知道 持的比熱是E 單位是卡克度C 不要小顆 比熱單位卡克度C 讓一公克的物質變化以度C 所需要的熱量 叫做所謂的比熱 所以那持的比熱是E 這個是要備的 那我們因為剛才講的 我的吸熱會是正號 放熱會是負號 所以會有可能會有負號出來 那同學碰到負號就兩公 就不會算了 所以我們現在通常的習慣上 我們都是用高溫減低溫 這樣的話都會是正的 都不會有負的 那就比較計算上就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這樣子做的話 你自己就要搞清楚 誰在吸熱誰在放熱 要弄清楚誰吸熱誰放熱 所以未來我們在寫各位的公式在算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高溫減低溫 而不是用應該出現的末溫減出溫 就是跟各位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熱量 熱量的定義 熱能的定義 以及比熱 比熱的定義 各位簡單的做一個說明 OK嗎 OK